Ready 众所瞩目的2009台韓职业电竞明星邀请赛 于6月24号正式登场 从韩国远道而来的SF女杀手Sparkis 与三位韩国跑跑卡丁车高手 金大监、张静宇、金中汉 以及韩国电竞协会国长 特定一同来访 阵容十分庞大 TESL台湾电竞联盟董事长黄伯红表示 这一次的邀请赛 可以说是台湾电子竞技的里程碑 举办这一次的台韩职业明星邀请赛 应该是台湾第一次真正有职业选手 韩国的职业选手到台湾来 跟台湾的电竞选手来做一次游戏赛 这个应该是台湾游戏史上的第一次 我觉得也是一个重要的 也是台湾电竞发展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培养我们的职业选手 让他们更有国际的水准 面对韩国这一次的坚强阵容 四大职业队也不遑多让 在跑跑卡丁车项目 各职业队分别派出了 朔月、阿密斯、阿密斯、阿密斯、岳四个人 主持阵容最豪华的电竞梦幻明星队 准备和这一群从韩国远道而来的跑跑好手一较高下 而在SF的项目 将依序由CV-11钢铁人、戏骨光束、橘子熊、华裔Spider 分别与Sparkies交阵 过去在赛场上针锋相对的四大职业队 这一次共同的对抗韩国SF女杀手 以及跑跑高手 集合了台韩两地高手的2009台韩职业电竞明星邀请赛 精彩可期 准备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